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现在这个十年签证完全全方面的恢复使用 其实方便很多嘛 是的 在我们洛杉矶的大部分的中国的华人朋友们来讲的话 一般朋友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的话就是拿了美国护照 美国护照的话它就持有了之前疫情之前签的十年签证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十年的签证都已经恢复可以使用了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方面的话呢 也有居住在洛杉矶或者居住在美国的一些台湾朋友们 它实际上的话本身也是有台湾通姓证的 我们通姓会台胞证了 其实拿台胞证的话呢 京庭台湾然后再去中国大陆 那也就避免掉了去来申请中国签证的这一个环节 所以呢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呢 随着航班包括的签证政策的调整 即使你现在的话呢 还没有中国签证 那么对于美国护照来讲的话 申请一个中国签证 不管是贪亲的签证还是旅游的签证 都不是一件难事了 大概呢 从您申请到拿到您的中国签证的话呢 大概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 其实也就可以完成这一项任务了 疫情之前呢 每年都要回一趟大陆去 去看一看 走一走 或者主要是以贪亲朋友为主 是 三年多的时间之内的话 一个是家乡的亲人没有看到 再有一个的话呢 确实呢中国其实两到三年的话呢 变化也是蛮大的 还有很多的城市的话呢 甚至的话有一些我们的朋友都在说了 自己的家乡 两三年不回去完之后呢 有一些地方呢 还要转弯街角的话呢 看完之后呢 都完全大别一样 都不知道 有什么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更不要说呢 其他的呢 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城市 所以呢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其实抱有两个目的 回到中国去的啊 一个目的的话呢 确实是要谈亲朋友 看一看自己 尤其是父母还健在的 这些朋友们的话呢 更是想去看一下 父母的这个团聚一下 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想去中国的各个地方 走一走看一看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尤其疫情之后呢 还有发生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说呢 这些我们居住在美国的 华人朋友们呢 之前的话呢 主要的目的呢 都是回乡探亲 那么三年之后的话呢 他们探亲的目的的 同时的话 加上了一个去旅游观光 甚至的话呢 也很想带着自己在中国 对呀 这个 不管是亲朋好友 一定要的 一起去旅游的这个念头 非常的正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呢 我们石油轮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总部是在中国的重庆 我们目前也是中国重庆 甚至中国整个长江上 最大的邮轮公司 哇 自己的邮轮嘛 对 我们旗下的一共有12条 超豪华的 五分级的邮轮 OK 对 那邮轮的话呢 一方面在疫情之前的话呢 大家可能比较偏重于呢 都是局限在长江三峡 这一个 这个区域 当我们说到邮轮的时候 中国的邮轮的时候 我们可能 就只会想到长江三峡 那么长江三峡呢 主要集中在从重庆到 一昌 这个区域 我们常说的要经过了 去堂峡 五峡 西陵峡 或者是最多的话呢 过一个长江大坝 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么一个 当然风景也非常的优美 但是也是 就是一个局部的这个景象 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 随着大家呢 回到中国去之后的话呢 不仅仅是 想看一看长江三峡 这个景点 那么更多的呢 想四处走一走 那么我们这次总部的话呢 确实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我们专门钓了一条 非常好的一个五星期的邮轮 我们的世纪传奇号 那专门呢 做了一个 我们称之为一场旅行的盛宴 这场旅行的盛宴呢 实际上是跨越了 整个半个中国 这是真的是 因为我们很多的华人朋友们 我们给我们打电话 或者到我们公司的时候呢 提出来了 其实提出来了一些小小的要求 就是说呢 我们长期生活在海外 那么无论如何的话呢 虽然相应未改 虽然的话各方面来讲 对中国的也是比较了解 但是毕竟的话呢 在海外 尤其是在美国 生活了很多年了 有一些生活习惯呀 有一些旅行的一些 想注意的一些东西呢 还多多少少呢 实际上是和国内生活的 这个有一些区别的 差很大 中国又这么大 又五千年的这个文化 其实可以看 可以玩 可以吃 可以喝的地方 真的是很多很多 那您刚讲到说 这个邮轮可以走路线 非常多非常广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回到节目现场之后呢 我们请我们这个 会客室今天的大来宾 我们世纪邮轮旅游公司的 我们的顾问 Simon大哥来跟我们好好讲解一下 如果我们想要探亲 访友 然后顺道去好好看一看 顺便把家乡的 这些长辈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子 就是每次回去以后 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带着 一起趁机一起去旅游 有什么样的安排 是跟别家完全不一样的呢 四季邮轮有自己12条邮轮 这不同的玩法应该怎么安排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的 继续回到会客室 在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有请到的是 我们四季邮轮旅游公司的旅游顾问 我们的Simon大哥 刚刚讲到这个 真的好心动哦 坐着游轮去玩 然后停好几个城市 完全不用拖拉行李 一路上专业导游 在这个停港口的时候 带我们下去好好深度旅游 品尝当地美食 总共16天 怎么开始玩法的 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主持人 这次的话呢 我们确实也进行准备了这么一个 我们定名为江山入死多交 锦绣中华的一个超豪华的石榴天游 我们的行程的话呢 是从美国 美国其实各个城市都可以出发 而且我们的行程是包的往返的机票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那我们的行程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们就用一句古诗词来去形容这个行程 我们常说呢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日日思君不见君 同饮长江水 那么呢我们这个行程呢 就从长江头 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长江头的话 我们从重庆开始 船就从重庆开始 一路上开始来走 经过了长江三峡 然后呢我们会进入湖北 湖北之后的话呢 我们会进入到了江西 江西之后进入到了 进入到了安徽 安徽之后进入江苏 江苏之后呢 最后抵达上海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创举 因为用船的方式 从重庆 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一路走一路玩 然后完全不用带行李 然后每一天呢 还都有上岸参观 那每一个 我们会经过四个省 会经过两个直辖市 一头一尾 一个上海的直辖市 一个重庆的直辖市 然后的话呢 是湖北 然后是安徽 然后江西和江苏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完美 我们刚才抬头 就像是给主持人讲的话呢 我们是一个横跨 半个中国的一次旅行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行程到10月7号和10月28号出发 您可以从重庆出发 当然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说的 因为船是两头开嘛 还有一些观众朋友的话 希望从上海开始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就是另外一个岛方向 我们从上海开始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呢 10月17号和11月7号两个日期呢 我们从美国呢 首先先飞到上海 那么我们从上海的话呢 再开始反方向走 走江苏 然后走湖南 然后走这个安徽 然后走湖北 然后再最后进入到重庆 那么我们在船上呢 那如果您是从重庆开始呢 我们在船上呢 一共是10个晚上 那么您如果是从上海开始呢 我们在船上呢 是停到11个晚上 在此 网上开比较慢吗 对了 是的 这也是有很多观众朋友在问 为什么两个方向的话呢 因为从重庆到上海 我们通常称为顺水或者下水 对 顺流 然后从上海的话呢 往上去的是逆流或者逆水 那么这个时候呢 船可能稍微慢一点 那么在11个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就多停留了一个城市 是湖南的岳阳 我们到那个地方呢 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岳阳楼 一样价格 我是不是这个比较划算 那也看看我们的这个 观众朋友们有什么选择啊 因为这个两个方向来讲的话 还非常好的一点 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呢 在整个行程 16天的行程 我们除了整个船上的行程之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安排 在上海呢 也是有两个晚上的 五星期的酒店 在上海还要旅游 那么在重庆呢 同样也是安排酒店了 如果您是从重庆开始的话呢 那就在重庆住两个晚上 您也不用担心说 您是不是丢掉了一个晚上啊 就是在岳阳的一个晚上 您在重庆会有两个晚上 那么船上10个晚上 上海两个晚上 以后14个晚上 那么您是从上海开始呢 你上海两个晚上 船上11个晚上 重庆住一个晚上 也是一样14个晚上 这样的一个区别 因为我们的整个行程呢 在整个行程16天结束之后呢 我们是可以给我们的 这个观众朋友们呢 一个另外一个巨大的优惠 就是行程结束之后 我们给了两周的时间 一个免费的机票的延伸 哦 因为很多的人说 我旅游完之后呢 我观光旅游是一个目的 探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环 是 那么我旅游之后呢 我就要回去看我的父母 看我的孩子 或者看我的亲人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的 这么一个空间 还有一些的 观众朋友们实际上 在去搭乘我们这个 16天的游程的时候呢 他也已经互捧患友 已经把自己在中国的 亲朋好友的话呢 也一起带到船上了 大家一起玩完之后呢 一起回到家乡去 再去玩一下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适合的旅行 当然这旅行是一方便 我们就刚才主持人也讲了 第一方面来讲的话 我们旅游是全包的 这个全包的状态下呢 就是您从美国 我们机票开始 然后您抵达 不管是重庆到上海 那么我们行李 是直接运上船的 您连行李都不用碰的 我们专门用 然后呢 还有专人接机 专人到船上去 那每一天的上船和下船 那都是有专门的导游 专门的我们的顾问 会给你悉心的体会 那在船上来讲呢 主持人刚才也讲的 我们不但是旅游 还有中国位 是一定要满足我们的 中国位的 我们再会大家来去品尝 重庆的话呢 川菜 那我们到湖北有储菜 到安徽的话呢 我们有灰菜 到江苏呢 有淮阳菜 到上海有本邦菜 我们在船上会精选的这个厨师 我们是游轮 我们当然这一次的话 我们正在争取 我们实际上和我们 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正在和一个香港的 石神唐龙 我们正在做合作 或者他要上到我们的船上去 我们现在正在做最大的努力 邀请他是不是在10月份和11月份 我们在船上的时候呢 也能够到我们的船上去给我们的 做个表演啊 他怎么样子来做一道菜 但是无论如何呢 在船上的时候呢 绝对不会让大家说 我船上是不是吃得很重复啊 或者怎么样的 我们会把各个地方的 每一个省的绝妙的这些 驾窑的话呢 都带到船上去奉献给大家 可不可以给我们安排一个旗袍秀啊 我们穿旗袍 可不可以让我们在上面也走一走 看来这个主持人 真的是一个旅游达人啊 对我们的游船也知道了很多 我们这一场 这个旅行的过程中的话呢 我们还真让您说对了 我们还专门准备了 大约100套的旗袍啊 在船上我们准备了 大约100套的旗袍啊 这是给大家免费时穿的啊 不是说要 因为呢我们在船上这个10天 或者11天的这个船上游程过程中呢 我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联欢会啊 我们有各种的歌唱比赛 那比方早晨的时候呢 我们又专门请了很专业的 太极拳的师傅 那早晨的话要教大家来打太极拳 10天下来啊 太棒了 那您可能就是太极拳就已经学会了 身心灵都可以得到教育 白天的时候我们会学习一些 我们的既等晚上的时候 我们要秀给大家看的 对呀 现在这个旗袍秀也是一样啊 那有摄影师帮我们好好拍照吗 放心好了 您的旅行的每一个空间啊 我们都会转 精选出来非常合适的一个时间段 而且的话 我们会找寻到一些非常精彩的旅行时段 我们会把整个的船的所有的人清空之后呢 会为我们一队一队专门以船为背景 就像整个船来属于您的这个空间 私人空间 那我们全家福都可以把它留下来做纪念 对我们会这样的话整个会有一个跟踪的这个队伍 太棒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从饮食的角度 从船上的娱乐 包括因为我们船这次精选的这个世纪船去船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是什么呢 我们船上是有一个标准的恒温游泳池的 那这在船上来讲的话呢 一般大家说呢 船上游泳池呢 可能是如果是相对于海轮来讲 它是常见的 可是在河轮上面来讲的话呢 尤其River Coors这个概念中间来讲 大家不管是坐过欧洲的River Coors 非洲的River Coors 在福尔加的River Coors 或者是印度恒河的River Coors上来讲的话呢 标准的游泳池几乎是奢望 是不可能出现的 那只有在我们长江三峡上 我们世纪船七这条游轮上来讲的话 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恒温游泳池 都是开放给大家的 那么船上有健身房 船上还有一个非常绝妙的 我们的国粹 这上面来讲中国的麻将 我们是有麻将房 是有麻将房的 所以大家如果期末还有在船上的话 你不会寂寞的 PK一下挑战一下 白天大部分的时间呢 我们是组织大家是上岸参观的 到晚上的时候呢 除了我们组织的文艺活动 我们还有一个电影院 很大的电影院 除了大家看电影之外的话呢 还会给大家来组织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品尝美食 或者唱歌 教大家去包饺子呀 包馄饺呀 手工呀 这些东西 多好玩哦 所以我们跟四季旅游 来做联络的话 您是不是有一些 微信公众号我们可以加入 还是打电话就有人服务 是的主持人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 一个主要的方式来讲的话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呢 打电话是一个 最直接的沟通的方式 如果您住在洛杉矶的附近 想到我们公司来 我们都是非常欢迎 尤其是到我们公司来 我们是 怀着巨大的热情 来欢迎大家 有茶可以喝吗 有茶 当然有茶 好的好的 太棒了 因为其实四季游人旅游公司 在我们洛杉矶 已经服务这么久了 非常有口碑 像过去跟我们 华语电视所合办的 这些旅游行程 大家都好喜欢哦 非常感谢我们 今天我们的三分大哥 大家光临 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的好消息 欢迎大家 直接跟他们洽询了 再次感谢你 谢谢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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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